不是老叔是老叔 这位同志姓叔 叔所长你这姓太占便宜了 我爹姓叔我能咋的 行了先不二五八岔 这件事我觉得你们把事态扩大化了 仅仅是为了赶海时候 一个潮池能闹出人命 不至于 对对对 你闭嘴 跟我回所里吧 你们动用刀具了 这事情怎么定性的看上级的指示 不过至少一个流氓罪免不了 王向洪对这样的结果不太满意 但却没有去质疑公安的权威 他们返回天涯岛 月上中空 已过夜半 王老师你先回去歇两天 这两天我给你把户口落下来 也去县教育局把你的工作定一下 那麻烦直书了 都是一家子 你跟咱客气干什么 行了 回起 清晨他伴随着上宫中起床 王毅上手撸了撸狗头 狗毛粗糙起肮脏 一撸就是脏东西 有的脏东西还能动弹 一只大跳蚤 他只好暂停了撸狗头的行为 准备等到日头生出来 给他洗个澡出个虫 当想回去时空污拿一瓶洗发膏 然而大迷糊拎着一些海草回来了 他只好放弃进入时空污的想法 转出去锻炼 时代在召唤 原地踏步 走 王老师 你这是在干嘛 我在锻炼身体 我还以为你在打拳呢 那啥 你要锻炼身体 不用浪费力气跑步 你不上课的时候 跟着二组长和三组长出海 你去摇鲁 摇鲁最锻炼身体 到头来我还是逃不了摇鲁的命运 锻炼了身体 吃过了早饭 王毅精神抖擞 站在朝阳下 准备接受人类小崽们的考验 结果送来的孩子 只有小猫三两只 王老师 怎么不去给玉红班的小孩上课了 而是站在这里 小同学们没到齐 我想在这里隐隐他们 就那几个 其他的不来了 怎么不来了 我那天叫的不好 不是 你教的好 是前天你去户都拿介绍信后 支出给社员们开了个集体会 以后孩子们上学要交学费 具体政策我也说不清 有关于这个政策的文件吗 没有 不过对委办里有收音机 我给你留意一下收音机里的广播新闻 这东西我怎么忘记了 录音机我也有 我大学时候用补贴买的 放在我同学家里了 你自己有收音机 那怎么没拿回来 光是那五十只机都拿不了 我哪有精力再去带上收音机 王老师你真是个好同志 我代表咱队里人感谢你 行吧 那我知道情况了 等我有时间再去胡斗一趟 把我的收音机和一些书本等东西带回来 玉红班教室被收拾出来了 打扫得干干净净 最终满打满算 玉红班的正式学童只有八个 树岛胡孙散 没有了大部队这个后盾 小崽子们粘了 他们从家里带了小屋子 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坐在教室里 咱们玩老鹰捉小鸡 小崽们怯生生的看着他 没人敢搭枪 老狗摇摇晃晃的进来了 小崽们一起看向他 目光蠢蠢欲动 今天咱们上卫生课 老师教你们正确的 洗手洗脸洗头和洗澡的方法 这样咱们先给这条狗洗个澡 洗完了一人一块糖 好不好 好 猫仔 你知不知道谁家有肥皂 洗衣粉 咱们需要给狗子身上的狮子 跳蚤洗掉 王老师你想给狗去狮子试吧 那不能用肥皂洗衣粉 得用滴滴胃 要杀狮子跳蚤得往头发上 喷滴滴胃 我靠 在门上吸一血 那个你们见过谁这么杀狮子 对你不让这样用 上次六爷爷就这样送大医院了 这才对吗 应该把药刷在梳子上 用梳子梳头发 这样能要虫子还不会有事 王老师 你等着 我这就回去拿 我也回去拿 几个小崽把腿就跑 这件事把王爷给惊到了 他用糖筷把小崽们给叫回来 让王丑猫看门 自己则去大队尾办公室找王东西 我有事问你们 今天我听学生说村里人用滴滴胃等农药 喷头上杀狮子 杀雕枣 真有这回事 那是学生不懂是以为家里用的是滴滴胃 我们都知道滴滴胃这东西毒性很厉害 哪敢往头上用 其实用的是苦练的汁水 不过用滴滴胃和滴百虫的瓶子装着 苦练树是要用植物 根皮晒干磨成粉 调上叶子 榨出的枝叶 却是能灭虫 因为有毒 苦练树也少用 算了 我以后想办法从互动弄点给人专用的杀虫药 你们跟村里吆喝一下子 别乱用药了 两人满嘴硬喝 但能看出他们不把自己的话放在心里 王毅对此很无奈 不过天涯岛现在条件就那么的条件 连洗衣粉都没有 只有肥皂 王毅想要快肥皂 王东喜有点磨蹭 你跟大老爷们说话 办事比我们老娘们还磨 有话直接跟王老师说就是了 王老师 对李有规矩 买肥皂的现掏钱或者计公分 因为这都是对李统一去公社的公销社买的 我现在还没有公分 不过身上有点钱 用不着 我家里还有一块没用的肥皂 你等着 我给你送过来 王毅阻拦 但没拦住 刘红梅拿回来的肥皂是老式肥皂 王毅小时候见过几次 印象很深 王毅回去跟小崽们一起给狗洗了个澡 又花了一个上午 教他们学洗手六步法 岛上的孩童有些笨 简简单单洗手六个动作 教到中午要吃饭了 他们还有没学会的 吃饭了 吃饭了 他中午准备吃小葱炒鸡蛋 刚洗完葱 花鞋和皮鞋的母亲凤鸭 拎着一扎野菜上来了 王老师 红梅婶子说你爱吃野菜 我今天上工的时候 拾漏了点紫云鹰给你尝尝 紫云鹰 这是什么菜 你没吃过 田间地头挺多的 历春让雨水一润就会长出许多来 见东西 不过过了清水用猪油炒的话味道挺好的 有春末 王毅向他道谢 谢啥呀 这东西咱队里都不爱吃 费猪油 我看有人给你送了一罐猪油 所以今天才给你弄一把 要不然都不给你送 省得献丑 放下紫云鹰他要走 王毅抓了一把糖递给他 不值钱的东西 还没有紫云鹰值钱呢 王老师你竟瞎说 这一块糖就值一大捆的紫云鹰了 等到他离开 王毅看看没人赶紧开时空门 去取了一袋子挂面回来 王毅用铁锅下面条 用防风炉小锅炒菜 野葱炒鸡蛋是一道菜 猪油炒紫云鹰又是一道菜 两道菜都是超出王毅预料的美味 王毅正在回味感叹 大迷糊那里已经开始一扫光了 你慢点吃 就这么点炒紫云鹰 那我吃山葱炒鸡蛋 其实我不爱吃菜 不是 这山葱炒鸡蛋也少 我吃山葱 我不爱吃鸡蛋 那你为什么老是往外里扒了鸡蛋 山葱太小了 鸡蛋快大 一下子就拨了到鸡蛋了 下午社员上宫 小崽们又被送来了 一人两块糖就糊弄了一个下午 这个下午又给劳母狗洗了一次澡 联洗两次澡后 王毅觉得他可能不老 只是以前脏 下宫中响起 小崽们蜂拥而去 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的 这是含着糖快 真累啊 王老师 你肚子里有个崽崽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站着呀 我娘怀我弟就是这么站着 我沈怀我弟也是这样 队里的沈子老嫂都是这样 然后大家都说这是肚子里有崽了 王毅哭笑不得 他给花鞋解释男人肚子里 不会有崽这回事 但解释了一通花鞋 还是迷茫 王老师你把手放下来不就行了 说那么多干啥 王毅琢磨了一下 还真是这么回事 王毅回去做晚饭 他上次又带出来一些大米 便让大米虎淘洗了一起进锅里闷上 结果大米虎淘洗的时候 他看到了盆子里有大虾 有螃蟹 还有一些兔沙子的隔离 我捞海草捞上来的 王老师爱吃 给你吃 王毅看到隔离里面好些是文革 于是他改了主意 今晚炖海鲜粥 王老师在吗 在呢 大胆队长来了 炼 海鲜 自己